中庸 也清清為大,異者已也,尊賢為大,清清之曬,尊賢之者已所生也。 倫理的擴大,所形成的世界秩序。 一脈相承 我們現代怎麼看它? 中庸說,天下至達到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武者天下至達到也。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武倫 武倫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倫理、秩序的基礎, 也是他一切的人際關係、價值意義乃至於情感、安頓的核心。 所以儒家最看重的就是五倫跟五常。 傳統的世界秩序,完全建立在五倫跟五常一體之上。 我們到了現代之後,才受到了全面的。 在現代之後,才真正開始受到攻擊。 對於三綱五倫的這個批評,要從清末,就像譚詩同為代表,才開,之前是不敢的也不會的,因為那是整個世界秩序的基礎。 因此,我們要更要了解,三四千年以來的中國, 那他的這個世界秩序,是這麼一回事情。 那這裏講,君臣、父子、夫婦、坤弟、朋友。 跟孟子講的不太一樣。 孟子是,父子有情、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婿、朋友有性。 那這裏面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一個是,君臣放到父子之前。 一個是, 這一個, 這邊用昆帝,孟子是用長幼。 這兩個不同。 諸位不要小看,這種事情。 如果是世界秩序的,乃至於人理道德的一切的核心的話, 誰放在前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中庸裡頭,君臣是放在前面的。 中國古人本來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君臣放前面, 一種是,父子放前面。 中庸, 中庸, 為什麼會把君臣放前面呢? 中庸, 這個, 為什麼會把君臣放前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一路以來, 所講的, 這個, 是一個, 從整體的, 天命之謂信, 雙印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的。 一個整體的道理 一個整體的道理 把君臣放在前面 各有各的道理 我們一般來講 更尊孟子 尊孟子的時間 跟程度 都過於中庸 超過中庸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是把父子放前頭 這一點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 把父子放前頭的話 就表示說 我們整個世界 倫理 跟道德的秩序 一切是以親子為中心 為第一 那如果違背了親子的倫理的話 其他都談不上 包括君臣是比若父子的 那麼如果把君臣放前面的話 這裏意涵就是說 政治上的秩序 要放第一位了 那麼 如果沒有政治上的 一個大的 一個穩定的話 家庭、親子 也沒有辦法得到安頓 這話也有他的道理 不過我們一般更尊孟子 認為說 這一切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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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緣故 還是那個老的原因 因爲 其實 它是一個 父系社會 而且是一個 父系的家族社會 所以在這個父系 家族社會裡頭來講的話 父子這一輪的重要性 是第一 因爲 因爲 在傳統的父系的家族裡頭 母親是可能會變的 所以母親有可能會出妻 但是 父子這一系 變成他的一切存在之學基礎 這個不是單純從感情上來講 母子的情感 可能會超過父子 對不對 但是 這不光是人跟人的情感問題 所以父子這一輪就變成特別重要 所以如果把君臣父子放在前面 就可見 在古代社會裡 首先要建立一個 穩定的一個秩序 跟一個傳承的必要性 在這個框架底下 然後夫婦才能夠安頓 也才能夠有昆帝 那或者說昆帝 或者說長幼 也是在這個大架構裡頭 講長幼 就比昆帝的範圍更廣 但是 兄弟 事實上也很強調的 就是 兄友弟共 他也形成了一種秩序 所以 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方式 他的好處跟缺點 都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代人常罵 說中國人這種組織方式很爛很糟糕 但如果很爛很糟糕的話 怎麼會四千年呢 對不對 就可見 他在歷史上是非常成功的 那到了現代 碰到了西方這種組織方式 是跟他成為一個對手 那西方人怎麼組織呢 我個人的研究 西方人的組織方式 最重要的是 是從希臘羅馬的軍團方陣 開始 那是打仗的組織 是一種Panflict 就是 作戰 作戰的時候 像兄弟般的 但其實當然不是你的兄弟 只是一群共同作戰 的袍者之情 更正的講袍者 你復衛的我 我復衛的你 大家也形成一個整體 一起往前走 這樣才能夠打生仗 所以 西方人的 這一種集體性非常強 現在就打球 古代作戰 那麼運動 同樣的這個道理 所以 這兩種不同的組織方式 中國傳統的這種組織方式 他的家族性強 他的 情感 跟 內聚力強 西方的組織方式 戰鬥力強 效率高 到了近現代 因為比較更看重 戰鬥力跟效率 所以我們通常會很羨慕 西方這種組織方式 那麼會反而顯得說 中國這種組織方式 都太偏人情 任用私人 群帶關係 這個問題一堆 那 殊不知 傳統這種組織方式 以家族為中心 修身示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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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價值不出問題 西方的這種 從方正為本的 這樣子的一種組織方式 一定要配上宗教 如果沒有宗教 光是這種戰鬥組織的話 人不知道為什麼要活 人會非常的失落 所以希臘羅馬人都是宗教 非常虔誠的民族 到近代西方也是宗教很虔誠 它是搭配的 如果你沒有很強烈的宗教 光是從事戰鬥的話 久了人不知道為什麼要活 所以 這裡講說 武者天下之達到也 在古人來講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很有問題了 因為現在說 西方人就不這樣 什麼叫天下之達到呢 是不是 那我跟諸位講說 因為中國體 竟然都這樣 所以當時的人覺得 天下之達到 那麽 這就是中國式的主事方式 那我一再跟諸位講 中國古代的家族 到現在自然的 擴大而成為國主 也是由近幾遠 最強烈的是國族的這個情感 其實 源頭上 那樣是一貫的,由近即遠的,這樣子的一種擴大的情感,也比較看重整體,所以變成社會主義為主。 直接接上的國家跟巨大的社會,結果會有所不同。 一層一層家族出去的,所以在中國古人就不太會有,不可能有現代的,這樣子的一種,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 那中國近代為什麼這麼重視組織動員能力呢?當然就是因為被西方逼出來了。 就是當我們在一連串的失敗之後,發現傳統的組織方式好像不是對手,於是,早先是想要走自由民主的道路, 從自由民主的方式,把中國改造重建,然後快速地增加他的民治、民德、民力、生產力。 學西方,當時清末民族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方的,那樣子的一種生產、組織、競爭、發達。 當時的記者,投擾。 津文商 officer 最大問題是,結果變得一盤散殺,軍發割據。 比賽取得 世方的新產、軍,沒有辦法凝聚。 然後將在後來改為了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或國民黨認同國家民族 共產黨認同世界無產階級 中國是屬於高度被壓迫的、反抗帝國主義的、對抗的心理 中國這個組織就是在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反壓迫、反國內的壓迫 這變成一個解放運動 一個新型態的組織 那這種組織的形態就大不相同 所以這個是古今的組織形態大不相同 但是近現代的這一種國主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形態 實際上還是走向一種集體認同的一個道路 那在這個集體認同裡頭 他更強調的個人直接連結到大的集體 所以能夠動員組織 那透過這種動員組織 來對抗西方 今天還是走這個路 透過集體的動員組織 要來對抗西方的那種 自由主義的那種強大的生產力、戰鬥力、競爭力 所以西方人還走他們以自由的個人為本 然後透過一種集體的內方政的一種國家建構 中國、市民的共同組織,形成西方的體制 因為傳統這個東西是家族式的,既不偏個人,也不偏大集體 中國後來一開始想要學偏個人為主的,這種自由主義的,結果一盤散沙,凝聚不起來 所以最後就只好轉向大集體,就是黨國體制了 而都藉重列寧的這種組織方式 所以這就是大集體 可是這個大集體的背後呢,它到底是從老中國過來的 所以依然還是有許多的傳統式的情感 那情感呢,事實上就是從家族主義到集體主義的一個變化 簡單說是這樣 諸位說 哎呀,諸位說 這個 老師,我怎麼講這一章,講得這麼複雜呀? 因為 這不是哀公問政嗎? 哀公當年問孔子 這個政怎麼辦? 據說這一章是孔子講的 是不是真的,我們不知道 但至少相傳這樣 孔子講,天安之達到如此 那既然天安達到,那麼今天是不是還是這個道呢? 哎,我們發現 不是 那這個天安之達到,這不是有問題了嗎? 我說也不然 也不然 也不然 因為 這就涉及 中國式組織的一個現代化的問題 他從家族主義 擴大的 泛家族主義擴大的這種真組織 轉化成 一種 個人直接連接到大集體的一種新的一種組織型態 可是慢慢這裡面會產生許多的病痛 然後我們會發現 近現代的這種大集體組織是必要的 因為沒有它的話,中國站不起來 就是 真的是站不起來 不管國民黨、共產黨 站不起來 站起來之後 他也透過集體的方式 富起來、強起來 然後 下一步 要就開始 所以這個是一種在 激烈的革命的狀態底下的 一種走向架體主義 然後慢慢地 他 應當會要再回到這個世界裡來的這個傳統 也就是說 他 依然必須在個人 犯家族 跟集體當中 得到一種平衡 那麼 不能太偏集體 也無法太偏個人 既然不能太偏集體 也不能太偏個人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社會的常態 只能還是一種 泛家族的方式 那在這一種意義底下的時候 有新型態的 國家跟個人 就是君臣 確實 一開始看起來 好想他的位置 又成為第一位了 然而 如果總是以國家 為第一位的話 個人 人性 很容易 受到 這個 扭曲的 或者壓迫的 所以恐怕還是要以親子為第一位 但是 這個 國家放第一位 不是沒有道理 就像君臣放第一位 不是沒有道理 所以 君臣父子 今天來講 就是國家跟親子之間 的這個關係 還是重要 那麼 因此 我們就必須讓 老中國的組織方式 跟新中國的組織方式 要融合 這樣子 他在倫理上的安頓 傳統上來講 武倫是一切 武倫跟武常是一切 核心跟基礎 那今天來講 就是 武倫跟武常 因應新時代的需要 君臣這一人 超級放大 古代的君臣沒有這麼大 今天的國家無所不在 所以今天來講 君臣放大 但是不能放太大 然後現在來講 個人也必須要放大 因為現代社會 個人的重要性也增加 然後呢 國家跟個人當中 需要有親子、夫婦、昆遞、朋友 這些倫理 他作為他的一個連結 否則的話 人是很乾苦的 甚至會扭曲的 所以啊 從古代的天下之達到 到現代的天下之達到 怎麼連結 這是我剛剛嘗試的 跟諸位說說看 怎麼一個連結的一個方式 好 那麼 那麼 嗯 好 大家聽得明白嗎 這個比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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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非常重要 因為武倫是中國四千年的基礎 這個 中國人離開五輪 其實是沒有倫理道德 也 情感、價值都會陷入 危機跟荒謬的狀態 因此 而這個東西 不是簡單 就能夠用 國族主義 或者 個人主義所能夠取代的 所以 比較理想的方法 是以 五輪的基礎底下 來吸收現代的長處 其實 我在這邊講 現代儒學 一個基本的路向 就是 以四千年的基礎 來吸收現代的長處 我再講一遍 就是以四千年的傳統的基礎 這是我文明立足之本 要吸收現代的長處 那麼 在組織方式來講 就是 必須 去同時吸收現代西方的 國族主義 社會主義 跟自由主義 所以說 怎麼可能呢 這不是矛盾嗎 其實不然 因為你有五輪的基礎 所以 當需要的時候 你知道今天國家 日本人都殺過來了 對不對 列強殺過來了 你當然必須要談國族主義 國族就放大了 那麼 現代社會 必須要有一個集體的 一種 秩序 運作 跟公益 乃至於相當程度的規劃 所以要談社會主義 那現代社會 個人不能不讓他自由 不讓他自由的話 就沒有創造力 沒有活力 沒有生機 個人痛苦 讓一切為落後 所以也要談自由主義 那在歷史上來講 這個發展的 還有他的順序 大概來講 一百多人歷史 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先要建立一個集體的秩序 會比較偏 國族跟社會主義 然後 大家也自然會呼喚 更多的自由跟民主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一個眼鏡的方式 而 我剛剛說了 這些都可以在五輪的基礎底下 加以現代化 即使就現代人來講 難道能夠不談君臣嗎 就是國家跟個人 必須要談 難道能夠不談親子嗎 還是要談 能夠不談夫婦嗎 能夠不談昆帝或長幼嗎 現在來說 可能不需要長幼了 只要兄弟就好 其實不然 這個 適當的長幼 不要像以前那樣 就是 凡事都論長幼 搞得最後 權力都在長的那一輩子手上 這個變成新的一種壓迫就好 適當的長幼 還是需要的 那如果講兄弟更沒有問題 然後朋友 這還是必要的 所以因此 等於是在五輪技術底下 我們把它該放大的 需要放大的 就要放大 那麼 這樣 就讓這個古代的天涯之達到 現代化 那 所以說何必那麼辛苦 啊 你就乾脆全盤 全盤西化 或者 全盤這個 這個 按照某一家學說辦就行了嗎 那 那 早先大家都是 新文化運動時候 清末民初大家這麼想的 說 嗯 就是 簡單的 學一個 所謂最理想的一個題字就好 一百多年的實驗 我想大家也應該明白 沒那麼容易的事情 啊 中國是個四千年的 地大 嗯 物博人多的一個 一個文明 不是 不是說 你想要 學誰就能夠學到的 不是那麼回事 他只能用他內部的 路徑這樣子轉化 啊 所以 那麼 我來跟大家談 這個天涯之達到 到今天還沒意義呢 我剛剛說 還有他的意義 那 只是說 君臣這一輪 要 放大 成為 這個 國家 跟個人 這部分會放大 朋友之交 社會的這一部分也會放大 以前朋友之交 沒有跟 不能夠跟親人相比 現在 當然還是不能相比 但是會放大 那麼 嗯 而整個來講 需要更多的自由的氣息 大概是這樣 因為以前這個太偏家族倫理了 好 所以知道 唉 我現在講這些話 你們聽 其實 要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也弄了一輩子 在古今中藝之間弄了一輩子 調和損益 要找到 這個 中國之道 最適當的 一個 把古今中外的要素 如何融合的一個關係 這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我這個講的 說法 不是一個思想 這是個歷史的解 一百多年的歷史 四千年的歷史 跟一百多年的歷史 它指向於這個方向 不是一個人在那邊 想一個理想的東西 不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朱子 朱子在當時 不需要面對我 現在談的這種問題 當時來講 這就是還是天下之大道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知所以知此也 人所以其 底下講 知人永子 三者天下之達得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人永 知 所以知此也 人 所以提此也 勇 所以強此也 都要懂得 這個五輪的道理 那 我剛剛花這麼多時間講五輪 大家知道這個事情不簡單 大家知道這個事情不簡單 不懂五輪對於中國的重要性 這是四千年來中國文明的基礎 大家不懂 第二 也不相信五輪在現在還可能會有意義 所以我要既要讓大家明白 這是四千年來中國文明的基礎 也要讓大家明白 這在現代中國 依然有重要性 依然 是 在我看來 一切 人生意義跟價值的根基 這不是件榮譽的事情 所以依然是天下之達到 這是必須現代化的 那麼 知 所以知此也 人 所以提此也 勇 所以強此也 這都要知人勇 確實也是 在古人來講 要知道五輪這一切的根基 這是要智慧 一般人不懂的 人要來體會這個事情 勇也要強 這個不容易 為什麼要勇呢 這哪裡需要勇 勇啊 你要見到這個道理 要勇啊 何以故呢 因為一般人都不相信這個事情 大家見面談的都是怎麼升官發財 誰跟你談五輪五強啊 五常啊 所以你要堅持談這種事情 要很勇啊 要非常的勇敢 那我們在現代世界還要談這個事情 更要勇敢 為之達德者苦經天涯所同德之理也 在宋傳人來看 這一點問題都沒有 在我們今天就必須花前面一大堆話來跟諸位講 一則成而以一 一就是成 因為中庸講這個成字 底下都在講成 達到雖人所共有 然無事三得 則物以行之 達得雖人有所同德 然也有所不成 成者始也 則人欲見之而得非其得矣 這句話很重要 自人有三個都是達德 可如果不成 就不是真正出於他實在的那樣 別有所圖 別有所目的 不是他本身正是出於一種智慧 仁德仁愛 跟一種理想的堅持的話 不成的話 仁欲見之 那就是有其他的欲求了 而得非其得 就不是他真正的得 真正的得必須是非常純粹的 成子也所謂成者 只是成時指三者 三者之外更別無成 成就是實 實實在在 那或生而知之 或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 即其知之一也 這個很有名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或生下來就懂得這個道理的 或者學才懂得這個道理的 或困而才懂得這個道理 即其知之一也 那麼就古人而言 就是要懂得 這個五輪的這個道理 是重於一切的 比任何其他的事情都重要的 如果懂得這個道理的話 那麼你的人生 待會都按照 這個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把五輪放到生命的第一位 把五輪放到生命的第一位 那有的生下來就知道了 那有的學而知到的 那有的困而知到的 有的困而知到的 那我反觀請問 諸位現在知道了嗎 恐怕絕大多數的人不知道 包括在座聽的人都不知道 何況一般社會大眾 現在人根本就 完全不重視無人 現在人看重了什麼 從古以來一樣的 功名利禄 個人成就 賺錢發生官發財 只是很抱歉 他不是達到 也不是達得 只想功名利禄 升官發財 是沒有辦法建立一個良好的世界秩序 倫理秩序 也沒有辦法好好地安放我們的情感跟價值 也找不到人生真正意義的 一般人標説深而知之 學也不知 而困孩子不知 怎麼叫困孩子不知呢 現在人有很多的 精神心理上的問題 其實主要也都來自於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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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兩天正好看到 這個 一個 報導 就是說 有一個 美國的 一個極有名的一個 吵唱 叫做Chester 你們聽過 搖滾樂的人可能會知道吧 他好像是 什麼 一個 公園聯合的一個 美國一個團 叫Puck 什麼 Union 還什麼的 一個主唱 美國人說 他是 這個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主唱 唱的 簡直是 靜情靜性 據說是感染至深 人生的痛苦 困難 甚至於這個 Linking Park 對 Linking Park 這是 大概是美國史上最重要的幾個樂團 主唱 那 他怎麼會唱成這樣子的 Chester Bennington Chester Bennington 他怎麼會唱成這個樣子呢 其實 說是 他很小的時候 就被人家性侵了 長期性侵 然後呢 父母又離婚 所以在他小的時候 就很無助 非常的無助 那成長會非常的無助 又受傷害 然後就陷入了某一種 精神上的一種問題 所以他就長期在陷入這種精神的問題 所以他用盡的一切方法 即使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依然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 他自己訪問的時候看 他指道說 我這個腦子裡頭好像做的魔鬼似的 如果只要我停留在我自己裡頭的話 這裡面就會出問題 我一定必須跟人家連結 我或者做一個人家的朋友 父親 丈夫 跟人家有連結的時候 我才能夠從這裡面出來 但是他的歌唱本身 似乎又讓他 他只有唱出那種像 魔鬼附身的那種痛苦跟聲音的時候 他是最動人的時候 那因此 他也沒有辦法從這裡走出來 最後呢 最後呢 在他的一個另外一個蠻很好的朋友 他在2017年 五月的時候 也是一個主唱吧 上吊自殺之後 他過兩個月也上吊自殺 留嫁了老婆跟孩子 還好多個孩子 還好多個孩子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人如果說 跟人的連結 根本上出了問題的時候 幾乎是很難得到救贖 他不是一定不能 但是他走這條路就更難 因為這個事情本身 當然唱歌對他兩人就是一個救贖 但是 又沒有一個更高的東西引他出來的時候 就出不來了 那這樣子的樂團很多 日本最有名的X-Japan 也有類似的情況吧 當然他們的心理精神問題不一樣 但是 就是 有很多的 現代的這種 風靡到不行的 這些樂團的主唱 都呈現出 當他的 從小的 倫理關係 人際關係 產生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幾乎 從源頭的地方 受到嚴重的摧殘 甚至於毀 毀壞 很難走出來 因此 因此 這個讓我們進一步了解 現在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越來普遍 古人所講的這個五輪 自為重要 五輪是很麻煩 君臣父子夫婦 坤立朋友 他常出各式各樣的問題 因為這麼重要的東西 怎麼可能不出問題 越重要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要用自人有三達德 要有自有人有勇 要有自有人有勇 而且要成 所以要知道五輪之道 所以要知道五輪之道 這個不容易 安而行之 這個很難 我們大部分都會在五輪當中 產生問題 不管是親子夫婦 兄弟朋友 長幼 跟國家的關係 我們常常會產生問題 安而行之 談何容易 都能夠處理得很好 或立而行之 懂得這是好的 來做 或勉強而行之 該有的道理 即是成功一頁 只要能夠找到這個道路 都是成功一頁 只要能夠找到這個道路 都是成功一頁 可是 我們現在整個亂掉了 現代人 國家一般來講 國家一般來講 各國的體制 尤其比較上軌道的國家 都相當的 上軌道的國家 都相當的豐富 來至於強大 古代社會國家哪管那麼多 古代都是小政府 大社會 現代的政府一般來講 不管是英美系統的 不管是自由主義系統的 不管是自由主義系統的 或者是社會主義系統的 都是很豐富而強大的 個人呢 一般來講 也自由的多 可是呢 中間產生巨大的問題 現代的倫理 跟人際關係 跟人際關係 才能居大 這是全世界的一個普遍的問題 所以這也呼應我前面所說的 中國傳統的體制 是泛家路主義 這個體制 他雖然有政治功能 也有顧及個人的福祉 可是就現代觀來講 他的國家功能不夠強大 他的個人 不夠自主自由 所以近代以來 就強調個人要自主自由 國家要能夠強大 富強 但另一方面來講 他本身不是沒有政治功能的 他本身也不是沒有照顧個人功能的 所以這兩方面補足之後 如果能夠繼續維繫他的五輪系統的話 整個社會的精神 心理 倫理 狀態才會穩定 而西方人一旦失掉了宗教之後 我剛跟主委講 西方的組織形態 基本上從希臘羅馬這種方正戰鬥群擴大而出 他一旦失掉宗教之後 他整個倫理會崩潰 價值情感 價值系統會崩潰 然後情感會混亂 這就是西方現代的這個混亂的狀態 所以這兩個合在一起 我會說 我們只應當從五輪的這個體系 現代化之後 吸收現代的好處 但是不能夠 這個 放掉傳統五輪的價值 這樣才會平衡 在倫理 跟國家 跟個人當中 達成一個良好的平衡 而要能夠做到 一定要致人勇 要能夠有志 有人有勇 這個都不容易 知識者之所知 為達到也 行者之所行 為達到也 我剛說 一般人哪懂得什麼天啊 就達到 我們現代有現代的問題 諸子當時 一般人也是不懂 一般人只知道功名利路 富貴利達 誰給你達到 所以 以其分而言之 所以 知者之也 所以行者人也 所以 至於知之成功 而依者 永也 以其等而言 生而安行者之也 學之力行者人也 困之免行者 永也 這把自然永正好搭配到 生之學之 困之免行 人性雖有不善 而器柄有不同者 故聞道有早末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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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暮,好比早晚。 情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之意也。 於是曰:「所入之徒,雖易,而所之之欲以,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棄之安行之,為不可積極。 卿困之免行,為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一般人的,也有比較乳頓的,但是只要能夠到達,都是一樣的。 字曰:「好學禁乎智,立行禁乎人,只此禁乎勇。」 我們要做到這個事情,要靠自人勇。 大家原來看可能,行五輪,還有自人勇嗎? 字曰:「給我剛才那麼一講,天上是達到,就知道說,喔,這裡面學問大,沒有智,怎麼得了。」 古人,即使大家普遍說,相信五輪,也沒有那麼簡單,還要自人勇。 何況今天,要更多的自人勇。 那就繼續犯錯誤,繼續產生各式各樣的,從體體到個體的各式各樣的問題,甚至於悲劇。 歷史上會逼得我們慢慢認清楚這個問題。 這一百多年來,其實我們活得很辛苦。 那如果早點明白,就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但這個不容易,不容易。 因為這個東西,中西文明教會,兩大文明的這個衝突矛盾,非常困難。 兩個文明的要結長區短,要懂得自己文明的根基,透過這個根基來西論家的長處。 談個容易啊,一百多年來,都沒能夠懂得這條路。 我認為這才是中國現代化的大道。 那這裡頭要好學,也要力行,也要支持。 此言未疾乎,達德求以入德之勢。 這是說,還沒有到達德,所以要好學,要力行,要支持。 同上文,三智為智,三行為人。 則此,三敬者,永之次也。 三智為智,生而智之,學而智之,困而智之,三智為智。 三智為智,三智為智,三智為智,三智為智。 三智者,永之次也。 又是智,人又是永。 這個搭配得很漂亮。 所以說,有搭配得這麼樣整齊漂亮的嗎? 是的,是搭配這麼整齊的。 古人的文章,他寫的是千百遍。 不像我們現在,寫文章像拉肚子一樣。 我透我們氣了一個老師的話, 嘩啦嘩啦一大堆。 以前這個文章千垂百遍, 他一輩子可能就一篇文章。 那他當然是這個,他可以搭配得非常的精美。 那孟子,朱子也把他讀出來。 那呂詩曰,與者, 這是講經學, 所有內在意運,徹底講清楚。 呂詩曰,與者自事而不求。 自事者遜人欲而妄返。 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 故好學非自然,足以破餘。 例行非人,足以妄思。 自此非永然,足以其懦。 就是一般人,或者是愚者,自事而不求。 這個最多。 看到人家講這個五人五常, 就笑人家說,哪是什麼愚府的東西。 這是愚者。 自私者,雖然知道這個東西可能不錯, 但是自私。 這個太高調了,對不對? 我還是追求我自己的利益比較好。 懦者,明明知道這很好, 可是,哎呀,這樣做,舉世不為我, 我自己在那邊講五人。 譬如說現代社會,你還敢講五人。 這要很大的勇氣了,還是別講好了。 大家講什麼,跟著講,對不對? 大家流行什麼,我講什麼。 這是懦者。 所以,知識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臣下國家。 那,要懂得治人勇,才能夠修身,對不對? 那能夠修身的話,才能夠治人。 中國的這個政治一向看到這一點, 因為他的政治秩序跟倫理秩序, 他認為必須要一貫, 而且更多的,因為他是一個小政府, 很多時候根本不是直接控制的, 所以更多的時候,本來就是要靠倫理跟道德的秩序。 我再講一遍,他是小政府, 所以他的治人,不是直接控制的, 是要靠倫理道德的。 所以,則治所以治人。 那你自己如果在倫理上, 道德上站不起來,你怎麼治人呢? 所以,古代的這個再上位的皇帝, 即使他問題再多,外面還要裝個樣子, 上朝一個樣子,有模有樣子。 有理有義, 這是傳統政治必要性的。 之所以治人, 之所以治天下國假意。 同樣的道理, 天下國假要近乎人意, 言此以截善文雄雄之意, 其下文雄雄之端。 其下case文雄之意, 都是在中國 緊急細細的人叫國immun, 法家體制 八六一八零說 大 那麼我先簡單說 等我們有空的時候 討論時間再比較多說 應當說 中國傳統 與其說是皇帝思維 不如說是家父長的思維 因為皇帝是 只就整個天下而言的 尤其是秦以後的一個狀態 家父長 倒是比較普遍的 而且不僅是秦以後 在封建時代就如此 那皇帝是比較專就 政治上講的 家父長才比較是連接到 社會各方面 所以中國傳統是家父長制 那家父長制 當然就是跟家族主義 連接在一起 就是家長 就是父權 所以家父長制 這個情況 對方 一直到今天 不僅是中國 在整個東亞世界 都非常的普遍 那麼 那麼 日本、韓國 皆如此 新加坡也是這個樣子 香港跟台灣 似乎 相對好一點 但是 這個力量還是很強 也就是這幾千年的一個組織方式 那 這個事情 有長 有短 長處 是說 既然整個東亞世界都這樣 而且東亞世界 又是非西方世界 現代化最成功的地區 就可見它不是全部是缺點 對不對 否則怎麼會 中、日、韓、月 基本上 東亞世界都是這個路 而且 其實也不光是 其實整個 應該說西方反而是例外 俄羅斯也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回教世界也是這樣 所以西方反而是個例外 人類傳統社會 本來就是這樣 都是偏長於家父長制 而且 那它幾千年這樣 表示說 這是一個有效的 而且 是一個 經過競爭淘汰之後 選擇留下來的一個制度 它問題當然也很多 家父長制最常見的問題 當然就是 壓迫 控制 虐待 都有之 但是 另一方來講 因為是泛家族主義的家父長 一般來講 壓迫控制比較多 虐待的少 因為它不是master跟slave 它不是主奴的 西方古代流行主奴關係 master跟slave 西方只有兩種關係 一種自由人的平等關係 另一種就是主奴關係 西方人對 原來對殖民地 非西方人就是主奴關係 你是slave 他們自己 自己的人就是 自由人平等之間的關係 那中國人這種就是 我們知道大家都一家人 一家人不至於太虐待 但是 太壓迫 但是 會有一個頭 不這樣 古人講 舌無頭不行 中國人以前居在一起 自然會找個頭 所以 它是一個幾千年的歷史 這個 演化 的一個 競爭的一個結果 在近現代社會 也不是完全都沒有價值 但是它有缺點 這個缺點就是 如果只是家父長的時候 那底下的人比較可憐 而且 這個 活力 創造力 這個 自由度都大受限制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整個東亞世界 現在在摸索的 要 想要找到一個 新的一條路子 一般來講 這個方向就是 需要更多的 自由民主平等化 就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的 這個西方這個東西 對於東亞世界 當然有所衝擊 也說我們必須要更 自由民主平等化 這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來講 也很難 這個 完全 脫離他 因為 呃 就是 東亞的人士 他還 缺乏了西方人的 那種在自由平等基礎底下 按照理性的方式 分工合作連結 然後高度的競爭 這個 接受自己的位置的一個方式 這個 說來話長 沒有辦法看 各位各位各位講 如果你們注意看 西方人一方面自由人力 另一方面高度競爭 高度競爭之後 然後每個人會各就各位 因為 譬如打籃球吧 舉個例子來講 你就沒他高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位置你不能坐嘛 你就沒他準嘛 所以有些位置你不能坐嘛 所以這個 前鋒中鋒後衛 誰該坐誰的 打幾場下就知道了嘛 你就只適合當什麼位子 就很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 這種 這是一個小方陣嘛 經常性的這個競爭跟戰鬥之後 這些自由人的連結 會把每個人放在四單位 我們現在都很羨慕這個方式 但是 這種的前提就是必須 像希臘方陣 羅馬方陣一樣 經常性的作戰跟競爭之後 他人才會放到適當的位置 但是東亞社會 不太喜歡這樣 他不太喜歡這種 讓集體都處於經常性的 作戰跟競爭的狀態 甚至於他反而很保守 可能都要擠到這個安全的地方去 不管是公家單位還是國營企業 或如何如何 那樣就很難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東西說來話場 這是一個中西方的組織 對一個根本的不同 到現在來講 整個東亞社會跟西方的差距 還非常的大 非常大 那 簡簡單說到這 這個講起來話場 這個大家多注意 東西方企業的跟各種社團的組織 那你也沒辦法 我們就是中國人 就是華人 就是東方人 就是沒有辦法的事 所以你只能 這個裡頭慢慢的 那重點是 第一要合乎人性 第二要有這個競爭力 在現代世界也要有戰鬥力 必須是這個樣子的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從五輪轉換出來 成一個新的一個組織方式 是可以的 那舉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說 其實今天華人的企業 在世界上來講 競爭力還是不錯的 不管中國大陸 跟台灣 跟這個新加坡 香港的私營企業 雖然它的組織方式 跟西方很不一樣 但競爭力不差 而且它很多地方 是學了西方的好處 比如台積電 台積電 它原來的這個組織方式 是從那個 德州儀器公司來的 因為張莊摩原來是德州儀器公司工作 看起來很稀化 可是實際運作起來 又非常的 這個 是 東方社會的樣子 所以 它兩個的融合 結果呢 兩個結合的結果呢 打遍天下無敵手 所以我看 這個是可以 結合東西 有一種 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方法 大陸有很多公司也很厲害的 這個 要不是 現在 搞這個 好像 世界切成兩塊的對抗的話 大陸這些私營的公司的這個 競爭力也 驚人 國營公司很多地方 因為它的這個 體量大也非常的驚人 所以 如果 不要搞這種 一天到晚搞對抗的話 這個 其實 中國大陸私營國營企業 這個競爭力還是很強 所以 行的 慢慢就是 我的看法還是一句老話 保留我們的長處 這個 吸收人家的長處 那 至於 企業組織 或者 政治組織會怎麼走 這是歷史 不是我們個人的 不是你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是 我們可以 我們 在談學問的時候 可以盡量把它釐清 我想這樣講 大家頭腦也會比較清楚一點 至於整個中國 是不是要有一個 類似皇帝帝王的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 我們都討論時間再討論 好不好 對 iPhone問說 這個 我每次叫iPhone 覺得有點怪 哈哈 算了 你用iPhone 好吧 嗯 呃 呃 呃 那麼 春秋淡國時期的模型學習 本來就是法家的方式 也就是說 尤其是戰國時代 就是原來是中法封建的方式 就儒家所傳承的這個方式 戰國時期 因為居裂清真 又變成法家了 所以中國近代本來就是很法家化 所以中國近代本來就是很法家化 這個 因為這是很容易會產生的 因為法家 的 呃 譬如說 商鞅 這個 以十五來編名 就是把人分成 這個 編戶 這個 五家 十家 然後再 一步步這樣上去 十五編名 其實就跟這個西方類似 然後要他們連坐 一起 但是沒有像方正那麼精彩 因為 方正的時候 他的命是綁著 真的是綁在一起 就是 你的右手拿著長矛 左手拿著盾 可是你的盾呢 是 是 是 護在你右邊的那個人 因為位子的關係 所以每個人的命 是靠你左邊的那個人的盾來保的 右邊指矛左邊指 左手指盾 你的命靠你左邊的人 那這樣的作戰 作戰起來的時候 這個 這個 袍澤之情啊 無與文比 那中國的 軍隊 很少能夠達到 這樣子的 一種 一種狀態 所以 一直到曾國藩的時候 都在說 打仗還是要靠父子兵 兄弟兵 說還是父子兄弟的組織方式 不是這種 命綁在一起的這種 跑車的這種關係 所以 那麼 那 中國西方 中國近來的人看西方 本來就覺得他比較法家化 所以很自然 中國近來的 那法家的 尤其 現實的法家 又比較卑枝無聲高論 所以他往上提升 就會變成一種 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的 無論國共都是這樣子 他會用法家的手段 但是要建立一個理想的 他的一種國家 不管是國族主義的 還是共產主義的 是這樣一個方式 本來就已經走這個路了 五代人自老在明朝認為 君主比家族更重要 曾偉雄經常有人為了君主 殺光自己全家栗子 劉戰新平 被滅十足的方孝儒 這個不是說 君主比國家更重要 方孝儒這是被租十足 他並不認為 君主比家族更重要 你說 那也不是 那是為了大義 是為了大義 抵的 尊敬 奉諭 黃楚 總統 並不表示說,他認為君主比家族更重要。 這個不一樣,這是大義的問題。 為君主殺光自己全家的,這都是爛人。 不是這樣這回事情。 對,現在已經學的確實是法家了。 現在搞一直都感覺這方面的問題。 靈魂賣給魔鬼,才有這樣的天賦。 也不是賣給他們,是不幸地被魔鬼所佔據。 他也非常痛苦掙扎,希望不要這樣。 我只是說,這表示現代人深層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是最紅最紅的這種天團。 無與倫比的天團。 那就表示現代人普遍有這樣的問題。 憤怒的鍵盤說,傳統中國是一種自在的文明認同。 今日的中國是自覺的國家民主認同。 國旗、國徽、國歌、國慶都是為了建構國家認同。 皇帝的天的兒子天愛人用皇帝象徵來實現凌距離。 辛亥革命打倒皇帝不光正式上群龍無所一般閃花。 文化上也象徵共同的信仰。 今天能夠大一統之處不易。 海外華人加上港澳臺接近一億。 但身份認同矛盾混亂。 既然心害疑惑。 今天全球華人重要靈居體就要先通過祖先崇拜。 皇帝紀事實現身份認同。 這個問題也不容易。 今天全球華人能不能透過祖先崇拜皇帝紀事實現身份認同呢? 不容易。 如果能這樣的話,早就成功了。 以官問。 現代社會怎麼分別君臣之儀? 中國以黨員治國要求遵集體, 維護組織穩定。 企業老闆重私利, 多以侵犯員工之力剝削。 勞動價值不合。 你的工資佔比。 個人感覺現在再能找到 你遵循君臣之意的根基了。 現在的君臣, 首先變成個人跟國家的關係。 這個討論很多。 那它是放大, 變成個人跟國家。 然後也不再只是靠一個君來維繫。 我以前跟朱瑀說過, 君臣是中國政治秩序的基礎。 大家不要小看他。 現在靠這個維繫了四千年。 所以, 古代是以君臣, 那這是比較有很多私人關係的。 現在不能再這樣君臣了。 現在個人直接連在國家。 如果再講私人關係, 就會有問題。 那企業的, 老闆跟員工是不是的君臣呢? 也不適合這麼看。 以前人會。 現在不適合。 因為, 軍的權力會太大。 那麼, 會壓迫剝削勞工的。 這個不適合。 不管是在自由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立場, 都不適合。 所以, 今天來講, 軍臣直接轉化成國家跟個人就是了。 這樣比較適當。 至於說, 個別的企業單位裡頭, 還要有軍臣, 我覺得不要, 是太多了, 不是太少了。 其實實際上來講, 常常會窮。 但是, 是太多, 所以不要。 現在世界上, 父子擴充為父母子女, 就是親子啦。 我剛剛所說的。 人人之志, 沒有錯。 利有言, 有子撒母者。 軟跡曰, 沙父乃可, 乃之撒母孤。 古人也有視, 沙母的問題更嚴重。 沙父天上極餓, 可以維護去。 勤受之母而不止有父, 沙父勤受之累也, 沙母勤受之不如。 沙父勤受之累也, 沙母勤受之不弱也。 沙父勤受之不弱也。 沙父勤受之不弱也。 這比來是道家的,又是非毀民教的,當時是有饑而云然 所以,傳統上的黨,當然還是父子為重 今天也改成親子,行武人必須自人勇 親人像模樣還好,很多親人不像話,搞得頭很大,很難對付 好對付不爽,直接再見,是這樣沒有錯,行武人必須要自人勇 今天還真要自人勇 今天一團混亂,在這團混亂當中,要有做個像樣出來,一定要自人勇 否則呢,就跟混亂同在,跟煩惱痛苦同在 打開知識通見,相差相殘,如歷史主幹 人類歷史,也不光是中國,都這樣,很抱歉 你去看伊朗的歷史,你去看西方的歷史,殺得更兇 中國還算相對好的,這個沒有辦法 也就是說,人本來就是一群自私自利之徒 你要把它弄得像個樣子 你還真要有一些倫理,道德,宗教,這一些追求 即使有了之後,人還是亂七八糟,時間居多 看開了就這麼回事 但是,我們要懂得所謂人心為為,道心為為 要有道的人生才行 否則的話,我們也跟別人一起相殺相殘 不僅是政治上相殘 在親戚朋友當中,相殺相殘的也很多 我們願意這樣,不願意嘛 所以我們要自人有 《憤怒劍監牌》說 封建制度是一種以上而下的層層授權制度 聽著說,斯大夫層層層層層層,每一層很大的自主性 這是對的 整個系統活力能夠放到最大 不敢說最大,但是當時是很有效的 分權去中進化設計 中央極權,論智排輩,是對於周智的歪解 大體來說沒有錯的吧 周智並非如此 排之論輩 不過,這個周智倒是排之論輩 周智是排之論輩 他是講清清尊尊的 當然是論輩 那這個同輩當中,知也是重要的 子如靈小羊貓說 三年多以前 何兆五賢人,你去看他,正在讀知識通見 心為盎然地讀,多數話題 年輕時學書裡的寫的不過是父親殺兒子 兒子殺父親兄弟相,覺得很沒意思 年長才越讀越有知味 也不光是父親,這個是比較極端 知通見裡頭 父殺子,只殺父的兒子極端 這個是南北朝的時候 亂世 那你不要忘了,兩經南北朝的時候 就是儒家最衰亂的時候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講 傳統上講儒家呢? 就是不能像兩經南北朝那樣子的殺了那樣子 不成一個樣子 也就是說 我讀伊朗歷史,伊朗歷史 那父親殺兒子,父親的兄弟相殘 那還比中國多得多 所以古代的大的王國帝國 經常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沒有辦法 那不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 他面對這麼巨大的權力誘惑 很容易會親人相殘 就像說我們常常看那些 就像說我們常常看那些 最有錢的這些家庭裡頭 常常會父子 心哄 那台灣幾個大家族 都常常鬧這種事情 因為誘惑力太大 簡單說是這樣 所以以前要靠儒家 西方要靠宗教 西方要靠宗教 伊斯蘭也一樣 要靠宗教 才能夠勉強像個人一樣 否則就不像人一樣 分路鍵盤說 近代史對歷史有進步意義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改革開放 自上而下 帶來動亂破壞的太平、天國、 辛亥革命、文革、農民、歧義 自下而上 從歷史進步都靠自上而下 西方民主自下而上 不見的都是好 對於中國而言 不能因為這樣 不能因為這樣 就否認了民主 不見的都是好 不見的都是好 党固 八王之亂是秦漢的告別 也是吧 現實中體會 協中的上下級關係 更要朋友一輪 公事員員工 似乎像君臣 是啊 似乎像君臣 所以說 不要再公事員工講君臣 因為這太多了 那古人必須要這樣 現代人不要這樣 OK 所以現代話要懂現代 不是光講個理論 我在跟諸位講這些事情 就是 我一方面是個歷史學家 一方面我對現代西方是相當熟悉的 這個 住就住了十年 長期研究 所以很熟悉 所以這個不是講一個空話 既要懂得過去歷史 也要懂得現代西方怎麼回事 這樣才能夠融合 不能讓 anyone kald整個國道 逐漢 反正 對絕無根 總DY 不相當